今天有一个限度 我不是盯着股市 但肯定很多人今天个个盯着股市 因為昨天在博豪论坛 宣布了上海 香港可以互相买人民币 但不是长期的 有个限度的就是总额5500亿 香港和上海就约摸一人一半左右 其实上海比较多一点 于是市场的消息就令到大家很亢奎 昨天港股成交过了1000亿 但是对香港人来说 除了这两天炒上炒下之外 其实有什么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呢 未来五穷六绝七翻身 就是五六月比较静一点的时候 不妨就冷静地思考一下 这个我估计应该六到十个月才来到的湖港通 究竟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好处 最基本的好处其实就是令到 中国可以不用用人家的钱 都炒黄自己的市 有什么好过用人民币来炒港币的市 用港币来炒黄人民币的市 上海炒黄香港香港炒黄上海 所以大家都是中国人 这个就是中央善用一国两制来赚钱的方法 这件事又真是似乎有效的 似乎真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用了资本主义里面人的贪婪 去炒黄了两地的股票市场 而且同一时间也都可以逐步开放人民币市场 这个就是第二层次 第一个层次就是最基本的 融资市场可以透过一国两制炒黄自己的市 第二个层次就是 你随着台湾反复贸反得这么厉害 其实中国也看到 它自己这么大的经济体系 怎么都要排红 但你难道真的跟美国的时间表 走去开放人民币市场 搞不定的 里面的银行 小商户 沿岸和内陆的企业 全部的额不一样 很难一次过搞定的 唯有靠这次 又是摸着石头过河 适合排小小红 如果合作了 自然会再通得久一点 这个就是第二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你可以说是经济上 第二个层次就是内部政治上 第三个层次就是对外的政治答案 因为香港人要炒黄上海的市场 又知道只有几千亿的限额 你怎么都会读一些书 了解一下上海有什么股票 或者最得限度是你落盘的时候 你都知道那间公司叫什么名字 那自然说一传十传八 最重要是有钱赚的时候 那些师父阿叔阿伯阿伯 会说这间公司怎么赚钱 那间公司怎么赚钱 只是这样口耳相传 都是很民间的国民教育 还要是你心甘情愿 还要是你用自己的钱 这种方式就是叫做软实力 这些方式没有人抗拒的 为什么不是你上面压下来 不会说你洗脑 我心甘情愿的 我自然想学多些 因为香港人都是喜欢赚钱的 未必个人是这样 但有一大群人是这样 可能都够了 但是当我与你现在肯定是这样 是不稀 size的 性格赚钱的